高雄市今天举行第二届市长公办电视证件发表会 三位市长候选人都是有备而来 周可胜说高雄刻不容缓要吸引外资创造活水 而现任市长成局的证件是全力建构在 能够让市民身心安顿安全的城市 另外杨秋新则是强调经济转型 希望招商引资为高雄的经济注入活水 高雄市长选举第一场公办电视证件发表会 只有五党籍参选人周可胜亲自到场抽发言顺序 城区跟杨秋新都交由选委会代抽 抽中一号的杨秋新进棚前先批评城局教育办不好 把教育的经费拿去放烟火 把教育经费拿去办活动 把教育经费拿去这样子乱花掉 你看这个高市民还可以忍受吗 高市民还可以忍受吗 所以这个不是交易局长下台 是市长要下台的 高雄刻不容缓 要创造外资 创造活水进入高雄 不然的话高雄的危机很快就会出现 杨秋新前脚刚走 抽中三号的城局随后到场 并回应对手 如果候选人一开始就打算要谩骂抹黑 这样还需要辩论吗 高雄市长候选人第二场证件发表会排定在11月23号上午进行 依据高雄市选委会统计 今年选举人数约223万人 预估投票率七成 市长胜选的门槛约为78万票 新唐人雅的电视 李俊龙林宏观 唐曼高雄策坊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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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